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 是有件东西要给你 儿臣身自欠安 未能成婚定性 以事礼数不周 哪还敢受皇阿娘的东西 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 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 瞧瞧 这几颗珍珠苛刻圆润 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 但景色到了年纪 哀家这件东西 就当作给他添嫁妆吧 来 福家 皇后娘娘 巧了 儿臣与皇阿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最为珍贵 如今 横提长公主要许家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横提妹妹的装帘增色 茶水凉了 福家 换杯热的 是 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 比起那些庶妹 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 景色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许 且早早就被封了顾伦和静公主 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 自然是她嫁与克尔沁部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她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念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在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 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 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 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克尔沁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重 这不现成 有横提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 才肯匹配 论长幼 横提年长 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驾 在考虑晚辈的回事 哀家 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 还要再远嫁一个 皇后 你是哀家的儿媳 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 儿臣不敢 皇额娘 永从心伤 景色 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她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横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横提妹妹 嫁去克尔沁部 皇额娘也始终 有皇上这个儿子 而且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横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标有梅 七十七夕 求我术实 待妻即夕 横提妹妹 已经到了标梅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真是不义啊 当年那么多波折 差点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府尽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成了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 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子无女 那蒙古求娶 能嫁的 便只有横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利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 非臣见过太后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身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调着精神啊 皇后 你担惊绝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后娘 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女儿出嫁 好 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 娘娘 娘娘 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旨让恒体出嫁为止 并刚刚顶装太后的样子 奴婢他们实在害怕 为了景色 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 要把她留在身边 臣想来想去 恒体长公主驾到克尔庆部 还是实在不妥 恒体是嫁公主 有何不妥啊 皇上细想啊 端淑长公主 驾到了萧永山战的准格尔部 那么恒体长公主 若再驾到尊贵附属的克尔庆部 那么蒙古宗亲中的两大部落 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 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 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或许 何静公主 可以驾到克尔庆部 皇上 反过来想想 朝臣们的反对 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 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